像这样夜所地图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前面有做过了 所以我们重点复习一下 基本上就是在夜尾的地方 那特别注意 我把夜尾两个字先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在这里面做什么呢 先插入一个DIV 所以在板面上面插入一个那个DIV 那直接按确定就可以 那在这个DIV里面 这个文字不用 这里面的文字 这里面文字先删掉 然后里面要做什么呢 记得在这个DIV里面 输入这个文字 就把这个 把这些字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两 两DIV里面 然后呢 这个DIV里面 我们就放了两个 两个资料 一个是那个 夜首跟那个 我们有一个夜首跟地图 那两个东西记得就是 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个DIV里面 好 就在这个DIV里面 我们就增加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夜首 这个我直接来 看一下 这边 就这两个 我们有一个夜首 跟那个地图 那这里面的话 直接 直接是 直接把 夜首 这样子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 Enter一下 把这边的话 一样做成清单 也就是说 它一定是要包在那个 DIV里面 这个DIV里面 外面有 UL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 UL 这个一样的UL 可是外面多一个DIV 把这个DIV选起来 主要是针对这个DIV 不是UL 刚刚是 list view 是在 UL上面做list view 可是呢 如果你是 这个地方 你要做成Netbar的话 记得是DIV 在DIV上面的选起来之后的话 把它改成 DataRaw 改成那个叫做 Netbar OK 这个地方我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们快速来看 基本上两个 直接即时看一下 基本上就会出现这两个 那但是这个效果 还差别就是说 底下 它会有一个空白 有没有 所以请你把这个Head 标题有没有 底下会有多这个标题 或者你其实切回去 应该在这边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这个delete掉 或者上面 这个如果比较不好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好delete 我建议直接切到这边 把这底下的这个标题 删掉 OK Safe一下 你会发现 直接来看 即时 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再来的话 我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有那个icon 有icon的话 那一样 记得把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选它 游标放在 页首的上方 然后呢 做什么呢 直接把它加上那个什么 也是一样标签 里面有个叫Dataicon 还记得吧 icon部分的话呢 把它改成 因为我要一个home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一个叫home的一个icon 加上去 另外的话呢 在地图的部分的话 给它一个icon 也许叫gear 这边有个gear 再把它重整一下 datagear data 增加 ok li 加上 dataicon never 连结 连结 对 这个home 回到首页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上一个 回到首页 把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home 比如说这个地方首页 我叫做home enter一下 ok 然后这边的话 地图部分 再连结 连结到那个page1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把它做 做一个连结 那一样把它连结到 紧 page1 enter ok 这个好像叫page page page ok 好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先把这地方never 先做出来 你那个icon没有出现 你可能要看一下这边 就是说 它的dataicon 位置一定要是超连结 所以刚刚一定要先做超连结 才能做 所以那位置的话记得 你可以看一下li 一定是dataicon 一定是放在那个超连结的后面 你不要放错位置 否则的话它会出不来 icon就出来了 ok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地图 你记得把那个 如果你是先做icon 它可能 这个这个会有错乱 这个会出不来 所以记得把它放在超连结的后面 重新整理一下 icon就出来了 再来这个字 颜色要 假设这个页手要变蓝色的话 那我们一样在那个 这一个地方本身 特别注意也是一样在超连结上面 或者你把它放在那个夜守这边 然后记得把颜色 颜色的话记得是dataSync 把它改成蓝色的 蓝色是什么 B嘛 对吧 所以把它加一个B 特别注意 确定一下 一定是在超连结的后面 不要在li上面 比较容易出错在这里 然后呢 一样做一个即时看一下 是不是蓝色的 是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NetBot 怎样 放在下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 如果说你不在下面 感觉怪怪的 好像浮在中间 它会随着 如果要固定在下方的话 记得 主要是那个Footer 要把Footer放在下面 固定在下面 所以记得 选的话 要把整个Footer选起来 所以有没有放Footer 放这里也可以 然后找到DataRaw 一定是Footer的时候 确定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DataPossession 这个 它的位置 Footer的部分呢 是不是对应到那个Fixed 这个如果你没有选错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它放在 固定在下面 定在下面 Fixed OK 好 固定在下面 就是大概这个地方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我们将来 切回叶首 就看到这五个景点 切到地图 就可以看到你刚刚点击的那一个 或者你从这边点超连结 也会 把那个 维度精度传过去 那就可以看到地图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怎么样 把 这个地方 把上面的地方 怎么样 这个 这个有没有 Footer的部分 把它选起来 Ctrl C 再到这个Footer 把它Ctrl V 特别注意 选的时候 几个诀窍了 要不你就是选 这个Footer的外框 确定是不是Footer 是 OK Ctrl C 记得选这边 选这边 贴过来 不过我的习惯是这样 确定没有问题 然后把它Ctrl C 然后呢 再到底下的这个 这个的Footer 确定是不是Footer 是 Ctrl V 那去确定一下 Safe一下 把它Ctrl S 那我刚刚已经存档 叫Index.htm L 然后 即时一下 切到地图看看 它底下有没有 有 可是 里面是空的 所以 等一下 请各位 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做一个复习 请你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做一次 应该还记得吧 就我刚刚讲那些 做一个什么 DIV在这里 然后呢 也许你预设有一个地图好了 没关系 反正就是 可以在这边显示一个地图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动态的怎么样 把它的那个 纬度跟精度换掉 然后换掉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更新 它就会low新的地图 OK 那等到你切换首页 回去 它又点一个 过来又一个新的地图 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地图的部分 页尾都一样 反正就是做一个之后 再产生另外一个net bar 那地图那一页 里面中间的地方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所以你可以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要不就是上个礼拜 扣过来用 也可以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重新再做过啦 就是我刚刚讲的啦 第一个就先插入一个DIV 名称就是MAPDIV嘛 然后再增加一个CSS 更改它的方框跟边框 然后再把那个云端上面的那几段 总共两段程式嘛 贴上来 它就可以walk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画面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个 那等一下 不过它要出现的是静态的 我要把它变动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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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